虚空的世界 在真如佛性面前 会被佛光照得无影无踪 你们想想看 佛陀已经很早就告诉我们 这个整个的宇宙空间都是虚幻的世界 在这个地球上更是虚幻的 你找不到一个真的东西 就像人一样 一辈子追求的东西 到最后都不是你的 菩萨慈悲经常告诉我们 讲在什么处 在什么处 你的心在什么处 你念经要念在什么处 就在哪里 就是告诉我们念经 你的心要放在哪里 很多人眼睛一闭 狂念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嘴巴在动 一遍礼佛背得出来 不知道念些什么 你心在哪里 因为只有心能验证你 清正本源的真如佛性 没有心的念经 是有口无心的 所以念经 实际上要念到真实如来心 也就是说 我今天念经 我是用心的 这样的话 你就会把你本来具足的智慧 德能 德能 都会念出来 念完一遍经 要开悟啊 念完一遍经 要知道自己的心在何处啊 念完一遍经 要知道自己接下来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做 你的智慧德能就出来了 这就是念到后来要平等性智 大圆尽智 你在人间做任何事情 你才能妙观察智 你没有智慧 你能观察什么 你什么都看不懂 给你看了也不懂 告诉你了 你也听不懂 所以你要有妙观察智 又有菩萨常住在你的心中 你才能最后成所作智啊